从机翼下方或者弹舱里投下炸弹很正常 但你见过从飞机的屁股上把炸弹给拉出来的吗 北美航空当初为美国海军设计的舰载超音速轰炸机A5 就是这么干的 或者说是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呢 因为通常飞机都不太可能在超音速的情况下投掷炸弹 可咱之所以用A5就是看中了它的高速 你告诉我在最重要的时候反而需要杀一脚 我就不乐意了 于是设计师就开了个脑洞 把A5的两台发动机分开一点点 在机身中间正好就空出一个完美的通道 然后再把油箱也做成原住型可抛弃的跟一枚核弹串联在一起 装上可折叠的尾翼再带上振流罩之后 一整根塞进通道里面 看着像是一枚巨大的导弹 还挺唬人的 但其实发射超简单 就是用大约每秒15米的速度把它向后弹出去就可以了 以这样的方式 哪怕是在超音速A5也能够安心的下弹了 不过在实践中 这玩意完全不让人安心 一是由于缺乏向后炮射炸弹的准确弹道数据 轰炸计算机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 所以投资的偏差非常大 大到连对精确度没什么要求的核弹都受不了的程度 二是它的后门看得不太紧 从航母上弹射起飞的时候很容易失禁 把肚子里面东西全流了下来 然后造成一片火海 还好 这架测试机里面把三节都换成了油箱 至少避免了一次核事故